一种由蛋白构成的新型涂料 可以极大提升户外设备的防冻能力 而今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生产和生活 新涂料的研发 拓展了我国低温材料新的应用场景 敬请关注 透视新科技 防冰新装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冰冻危害可能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最近我国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防冰涂层 它不仅可以防冰 而且还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每年冬季 极寒天气的突然降临 时常会让我国的一些地区 发生冰冻灾害 公路 铁路和航空交通 因无法及时除兵 被迫停运 导致人员车辆滞留和物资运输停滞 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等基础设施 因冰冻遭到破坏 也出现了电力供应不稳定或者停电的情况 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据统计 仅2022年2月份 发生在我国南方的冰冻灾害 就造成了731.4万人次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80.3亿元 而今 科研工作者研发了一种新的涂层 只要将其涂在路面 或者电缆等设备上 就能大大降低冰冻灾害的发生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的教授张磊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饶伟 我们都知道 北方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时候 给交通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影响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冰 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和灾害 结冰它会对输电网络 输电发电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比如说它会使电缆上面 覆着一层硬硬的冰壳 然后它会增加电缆的重量 甚至使电缆被拉断 我们知道这个高压电塔 电塔上面的结冰可能会导致电塔的折断 甚至电塔的倒塌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2023年的时候 加拿大这个魁北克省 它就是因为这个冰雨的灾害 导致大量的这个电缆的断裂 然后以及这个输电网络的破坏 使这个近百万人失去电力的供应 然后呢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很多这个学校和工厂呢停学停工 像我们这个飞机 那么它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个温度比较低 那么我们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它很容易就会 就是在这个机翼的外侧 然后产生这个大量的一个冰层 冰层加厚之后 那么它会使我们这个飞机 在飞行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风阻增加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飞机的这个重量也会增加 那么也就使得它的一个这个浮生力会有所下降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假如说我们这个飞机 它的两侧所产生的这个冰层的厚度不一样 平衡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比如某些的这个冰层 它刚好是结在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种通风口的附近的话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阻塞 那么使得我们整个机器 它的一个正常运行都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危害 那么就是历史上面曾经有一次比较严重的一个例子 其实是来自于美国 1994年的时候 就是美英公司的一家这个航空飞机 在这个冬天它的尾翼上面产生了大量的一个冰层 使得它的整个的这个控制系统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那么也就使得这样一台飞机在芝加哥的一个机场 那么产生了一个坠毁 整个这个飞机上面大约是68名乘客全部坠亡 其实经常乘飞机出去旅行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 尤其到冬天的时候 突然说这个旅客今天的飞机要延误了 为什么要除冰 对 冬天呢会下雪 有的时候是下雨渐渐要变成冰雨 然后从而呢使路面呢覆盖一层冰壳 也被称为是黑冰 路面结冰了之后呢 这轮台与路面的摩擦力就大大的降低了 导致刹车刹不住 从而呢导致很多交通事故 包括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追尾 我们知道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啊 德国的这个西部南部呢 就因为受到这个路面结冰的影响 就是大概在一周的时间呢 就发生了将近700起的交通事故 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世界各个国家 如果路面受到洁别影响呢 交管部门呢就会使一些路面暂时的封闭 对生命和财产都会带来损失 对对对 它不只是对北方造成影响 实际上对这个南方的这个地区啊 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比如我们知道这个德克萨斯州 它是在美国的南部 它是属于这个亚烈代的气候 它常年的温度呢是在零度以上的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 它还会发生一些这种极端天气 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 德克萨斯州呢 它是一个常年温暖的一个地区啊 它遭受了这个一个严寒天气的影响 德克萨斯州呢 就是它还是非常依赖新能源的 就比如说风力发电了 光伏发电了 这些新能源 这些富兵呢 它一方面 它导致这个线路受到影响 二一方面呢 它也使这个风机停机 光伏发电 不能发电 然后呢导致了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电网的这个瘫痪 很多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我们传统的这个除兵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知道传统的除兵方式呢 它主要是相当于是事后补救 就是说兵已经形成了之后了 我们再去除 它主要分为这个机械除兵 热力除兵 还有这个化学除兵 机械除兵呢 就是顾名思义呢 就是就像生辰老师也是这个东北人 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 一到这个下雪天啊 然后路面有兵了之后 学校就组织大家 雪庭就是行动 对对对每个人每个人扛着一个铁锹 然后去路上去产雪产兵 这算机械除兵 对对这就算是机械除兵的一种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小时候的这个经历啊 就是除兵还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因为这个兵跟路面的结合是非常坚固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 可能一产的下去只能产掉一小块 所以说一个班的同学呢 一个上午可能只能清除了一小段落 还有就比如像电塔的电线了 或者是苏联线路了 它结兵之后呢 只能让我们这个工人非常辛苦 而且冒着风险的爬到上面 然后用这个锤子之类的这种器具啊 把它一点点敲下来 一方面呢是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二一方面呢冰天雪地的 然后这个也比较滑 所以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热力除兵 这怎么理解 顾名思义呢热力除兵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电饭锅了 这个电火锅了 通了电之后 它有这个电热丝 它就会发热的 对吧 所以说对于这种高压线路 这个输电线路 它如果上面结了冰之后呢 就需要一些这个特殊的方法 然后呢暂停供电 然后给它增加这个电压和电流 然后通过这个电流产生热量 使它融化冰层脱落 这个时候这个供电就得暂停 这是一方面 二一方面呢就是加大电压和电流的话 它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危险 而且消耗非常多的能源 化学除兵是不是就是我们 比如说小的时候 我们是自己人工扫血 现在用溶血剂了 其实化学除兵呢 出到这个溶血剂 它也有很多种啊 那像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有一大类就是说这种盐类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氯化钠 然后像氯化钙 氯化镁 就是等等这类这个离子类的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就是无机类的这种溶血剂 其实它的这个溶冰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它的本身的凝固点非常非常低 所以把它撒到这个冰上之后呢 就相当于是降低了我们水的一个凝固点 所以就是很快把它融化 但是呢它有一个危害 它的危害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路面 对于我们的这个车辆 是有很强的一个腐蚀性 就包括我们这个绒丸雪 然后天晴了之后会看到路面上 白花花的一大片 就像这个盐碱的那种感觉 那么它确实对于我们基础设施的这个危害 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还有一大类就是 像这个什么粗酸铭 粗酸钙 那么这一类材料呢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腐蚀性 危害性 相比较于我们的这个路化纳 路化美这一类呢 要弱一些 但是呢这类材料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当它融化 比如说我们把它这个冲到这个水里面之后呢 它可以使我们整个水体系里面的含氧量降低 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就会对我们的水生的生物 动物 那么对于它们的生存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么还有一大类就是说 就可能更土的一些方法啊 就是说在这个下完雪之后 路面上我们去撒上一层这个沙土 因为它颜色相对来说会比较深一点 它会吸收太阳的辐射光 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冰雪更快地融化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用完之后就很不干净 很不卫生 所以就是这几类就是已有的这些熔冰剂 目前使用起来呢 都还是有它们各自的缺点和不足的 所以我想知道防冰涂层这个概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防冰涂层实际上应该是在科学界啊 也是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努力呢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近十几年来呢 这方面的这个科研方面的报道呢 越来越多了 不同的这个新的技术呢 也是被报道出来 但是呢真正能够应用于这个实际的生产的呢 还是非常稀少非常稀有的 这个领域呢其实主要还是科学家在做一些基础方面的研究 然后通过开发出一些先进材料了 然后通过实验室的测试 然后证明它起到显著的这个抗冰的效果 但是推广到应用的话呢 目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我们新一代出现之前 这些防冰涂层它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采购了一些进行一些测试 发现它与普通的涂料抗冰的能力比呢 并没有特别显著的这个改善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率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 在一些应用的场景啊 经常是有这个环境的这些 包括器材的热量冷缩了 还有这个风沙天气了 或者是一些包括这个动物 对它进行这个伤害了 所以说这个涂料呢 它的这个完整性会受到破坏 会产生一些划痕 所以说我们发现呢 这个划痕的地方更容易结冰 从而就是使涂层失去它的这个效果 当水的温度降低到凝固点以下时 水会变成固态 对积成冰层 当路面结冰后 会变得异常光滑 容易引发事故 当电缆上的冰层越积越厚时 它的重量会把电缆压断 影响电网的正常运行 二十世纪初开始 人们把橡胶 蜡 油漆等 涂在户外设备的表面 通过增加光滑度 防止结冰 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 一种能涂在固体表面的防冰剂诞生了 它通过增加材料表面的光滑度和润湿性 减少冰的粘负和积聚 然而在极端寒冷的天气下 传统的化学防冰剂 防冰能力就会大大折扣 而且这种防冰涂料 也会因为天气变化 摩擦 外部创伤等原因 使用寿命大大缩短 我们新型的防冰材料 它除冰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开发一些新的分子 然后它就使冰与雨滴落在上边之后 它结冰时间就变得比较长 比如对一个飞机或者风电的话 风一吹 这个水没有冻上就吹掉了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说 这个材料它与冰的结合力比较小 所以说这个冰即使结在上面 它粘不住 然后冻一下的话 它可能会掉下来 这什么东西这么奇怪 我们也是查阅了大量的文献 也是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 然后设计了一系列的 新型的人造的抗动蛋白材料 我们是利用了仿生学的原理 我们知道在南极 北极 还有包括高原的这些严寒的地带 是有一些动植物 它是非常耐寒的 所以科学界也对它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然后发现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种 叫做抗动蛋白的这种蛋白质 分子 这个抗动蛋白它可以显著的降低冰点 然后抑制冰晶的长大 从而就保护了动物体 避免动物体体内结冰 从而刺破它的细胞 伤害它的组织 使动物体在低温和严寒的环境下 也能够生存 比如说最典型的 南北极的这些海洋的鱼类 它就能够扛住 零下几十度的这种低温的环境 然后能够生活得很自如 那就是因为它体内有一类 比较特殊的抗冰冻的材料 叫抗冻蛋白 就是那种抗冻蛋白的存在 使得这类动物 在极低温的环境内 仍然是不结冰的 仍然能够维持它的生命的活力 和它正常的一个代谢 所以它们这种新型的 仿生的防冻涂层 那其实就是说 是从这种天然的 抗耐寒的动物里面 所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 就是仿照它的一些 这个结构的设计和功能的设计 然后研发了这样一种 新型的仿生的防冻涂层 然后就是设计了一系列的 新型的人造的抗冻蛋白材料 它跟常用的材料相比 它可能零下10度的时候 才开始结冰 或者零下5度的时候结冰 我们这个新型的涂料 它可以使这个结冰温度 再下降15度 它的结冰时间也大大延长了 可以达到普通材料 结冰时间的50倍以上 所以说冰雨 这个水滴落在上面 可能还没有等它冻上之后 它就自然滚落了 或者是被风吹掉了 我怎么来解决防冰涂层 的寿命问题的 也是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 我们在材料里边 对分子进行设计 然后里面应用了多种的动态件 开发了一种 可以在低温下实现 自愈核的一种新的材料 新的这种涂层材料 自愈核我们该怎么理解 自愈核也称为自修复 举一个例子来说 抽刀断水水更流 你把水切开水 又回去了 但是把它冻成冰之后的水 再切开它就冰块了 它就回不去了 但是我们这个材料 它低温的时候 它也具有这种移动性 实际上它是有这种 静电作用力 它总体来说 仿佛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手掌 它本来是在一起的 然后通过外力 把它分开了一部分 但是它还有那么一点连接的话 然后它连接这个地方 它就逐渐地就在恢复 它在受到损伤之后 在试问下 五分钟就能实现 自主的修复和愈合 它在低温下 24小时之内 也可以实现 自我的修复和愈合 它只是一次性的修复 还是多次的修复 理论上来说 可以非常多次的 无限次的愈合 它现在我们这个材料 寿命有多少时间 两三年以上 我现在就是初步估计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种 长时间的强化的耐久测试 比如说拿强子外灯照它 照一周 或者是用沙子 一直去冲它 模仿自然界的风沙 天气 还有包括用高温的 用液氮低温的什么 它这个还是比较稳定了 我们的新的防冰涂层 即使结冰了 也没有那么坚硬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个抗动涂层 它与冰结合的强度 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降低到原来的二十三分之一 即使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 表面负了一层冰 我们只需不到5%的力 就可以使这个冰壳脱落 这环境有没有破坏 这种仿生的防冰的涂层 相当于是从我们的自然界当中 获得启示 它很多是存在于 我们天然耐动 耐寒的这种动植物的体内 这一类材料 它的这种生物的相容性 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 把这样的一种 在生物活体内 相容性很高的材料 放到这种室外的环境当中 去使用的话 那它对我们环境的这种危害性 那么也是会大大的降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这个东西成高吗 它的成本并不是很高的 它与普通的工程涂料是接近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特种涂料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调研 就是现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抗皮涂料是非常少的 然后我们打听到了 就是有一个进口的抗皮涂料 它就是一公斤就要接近近万元 一公斤 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个抗肉蛋白 它是属于人造的抗肉蛋白 它是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式 所获取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进行 更大规模的生产 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实现 抗肉蛋白的高产 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 然后实现一方面是成本的降低 二一方面是产能的大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进行 国产化推广 它还是在价格上 有非常大的竞争力的 现在有应用吗 风电 大风车有三个月 它如果结冰之后 它再重量大大增加 然后它如果再继续旋转的话 有可能就导致轴就偏离了之后 然后可能它就会断掉了 然后它重量的增加 也可能导致风车的倒塌 所以说到这种结冰的天气的时候 风车通常它就会要停机 我们今年准备要开始 对一些风车进行这种事故 马上就要在风电的叶片上面 开始进行应用了 现在就在今年的冬天 就开始进行这种实地的野外的测试了 在实验室进行这种仪器测试方面的实验 数据也非常乐观 所以说投资方也对这个产品进行了投资 然后也是对它进行下一步的应用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工作都是在实验室进行表征和测试 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实地和野外进行实地的表征和测试 然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我们还看看它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不足 我们在对这个材料再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其实这种防冰涂层它的环境适应性的测试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实验室里面所生产的很多的材料 包括它在实验室里面的测试 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想环境下面的一种测试 那么它跟我们实际的这种现场或者是野外 就包括这种风吹日晒 那么以及一些不可预测的天气等因素 就是所获取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性能曲线 那么可能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会不一样 所以呢这种现场的测试 真正的这种环境适应性的测试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种现场 包括野外的环境当中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包括这种这个低温 然后甚至是高湿 那么以及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非人为的一些因素 都有可能会出现 防冰涂层如果在应用端 它还可能应用在哪些地方 像这个空调和制冷设备它的这个换热吃片 它呢实际上是温度非常低的 然后呢它是希望能够对空气进行有效的降温 但是它上面如果结冰了之后呢 冻成一个冰嘎的了 它的这个传热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对所以说这对这个制冷行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包括对我们这个民用的行业啊 我们知道像北方下了雪之后 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面都结了厚厚一层冰 还有包括车身都结了厚厚一层冰 所以说早晨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 如果这个车是停在室外的话 就是要把车玻璃上的这个冰雪给它除掉 铲掉 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敲碎挡风玻璃 也可能划伤这个车身 所以说在非常多的领域吧 它还是有很好的应用的 最后再给我们畅想一下 如果这项技术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成熟 可能会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首先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不害怕冬雨会破坏我们的输电网络 冬天就不会担心断电了 然后我们出行的时候呢 也不会担心这个飞机了或者是高铁 因为这个冰冻呢导致飞机延误或者是高铁晚点 如果我们开车 我们知道这个路面结冰呢 会导致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大大降低了 路非常滑杀不住容易发生车祸 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冰冻路面导致的这个车祸 就会大大降低了 然后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出门之后呢会在路面上 或者在结冰的楼梯上摔倒 进而导致骨折或者是磋伤 还有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呢 可能就轻轻地一擦就把这个冰雪就给去掉了 我们就可以更快地这个出行了 如果这项技术真的是非常成熟的话 我们就再也不用去害怕冰雪露面了 是的 是的 比如说有了这样的一种防冰的涂层 那么我们很多这种冬天的空调的室外机 所产生的这种厚厚的冰层它就不再存在 那么就不需要我们去用更多的这种电力 那么或者是其他的能耗去除冰除霜 就是可以给我们就是节约大量的这样一个能耗 包括我们的书店电网 无论是从人力的节省以及这种能耗的节省 那么都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能耗的节能的这样的一个节约呢 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些书店系统 然后空调系统整体的这样的一个COP的提升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往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呢 它也会助力我们国家就是更快更好的去实现 这个双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非常好 我们的节目每当透视一个新科技成果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兴奋和期待 作为一名低温生物学家 我们特别希望说这种高效 无毒 那么并且是有助于实现我们深低温保存 目前我们这种大尺度的生物样本的 长期的低温保存 其实是非常非常迫切的 就是说拿临床的应用上来说 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器官 它从病人供体上面取下来之后 那么它就是移植到我们的下一例这个受体的病人上面 那么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受限是非常紧迫的 比如说最最典型的这个心脏 那么从取下来 那么再到运输 然后再到就是移植手术 那么它的全程目前是不能超过四到六个小时 如果超过四到六个小时的话 即使是这么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器官的来源 也是由于我们目前的这种低温的保存的材料 以及低温保存的技术手段 还不能够去实现它一个更为长期的低温保存的周期 那么就使得这一类就是很宝贵的这种器官的样本 就是不得不被遗弃 那么像目前我们全世界统计下来 目前这种典型的这种心啊肺啊 这种珍贵器官 它的遗弃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是在高达70%以上 因为就是说现代的像器官也好 包括一些活体也好 它能够保存的温度基本上就是最低 也就是在四度左右 接近冰点 但是还没有突破这样的一个冰点 那么突破冰点以下 那么就是说对于它的保存的时间啊 包括它的这个保存的技术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挑战 如果能够应用在医学领域 包括器官移植这些领域 那就是太了不起了 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还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 目前已经在这个器官保存领域 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非常好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